你現在收聽的是古胎驛戰第38集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盤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盤後的一些看法 昨天其實大家都有看到 美股台積電的ADR跳水 昨天跌了快4%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覺今天就是台積電應聲的 其實昨天台積電佔上600元大罐對不對 那今天的開盤直接開破哪裡 開破昨天的低點 所以你會發覺其實今天台積電相對的弱勢 相對的弱勢 可是大家有沒有還記得昨天我跟大家講什麼 昨天的影片我有跟大家講喔 我有跟大家講喔 基本上台積電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的分點 基本上都還在買 所以呢就籌碼面來講 就籌碼面來講 其實基本上法術會蠻好的 法術會蠻好的 所以呢 今天跳空開低其實幹嘛是一個機會 可是那今天開盤的位置呢 其實真的不太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台積電 2330的台積電 今天的開盤大家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今天的開盤大家記得 台積電昨天收多少 台積電昨天是收 台積電昨天的低點是593 今天的開盤大家有沒有發覺 今天直接開587 他其實在預告今天去砍的人叫挖北七的 對啊 那其實今天開盤開這樣真的現行很醜 連我都想要出多單 其實我昨天有跟大家 昨天忘了跟大家講 昨天呢其實我有去加碼台積電的全震 今天看到跳水我整個傻眼 整個傻眼 因為他今天開的位置呢 其實是一個 照理說不應該開這樣的位置 不應該開這樣的位置 那 理論上來講呢 其實今天這個跳空開機其實 有點反映昨天美股的ADR 反映昨天的美股ADR Anyway 我們不看這些 那我有跟大家講 其實 美股的ADR其實 應該這麼講 內部消息 我們台灣一定是第一手 台灣一定是第一手 所以呢 寧願相信台灣 你也不用去看美股的ADR 大家懂得知道 你寧願相信台灣的內資台灣的籌碼 大家懂得意思嗎 所以 我昨天其實今天 早上這樣下殺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台積電的5分K 我們看15分K好了 大家有沒有發覺 今天台積電的15分K 他開盤開這邊呢 結果他第一根15分K已經幹嘛 已經收上哪裡 已經直接 把593這邊有交代 昨天的低點叫593嘛 所以呢 今天呢 他第一個是5分K 我們來看5分K要了 5分K可能大家比較有感覺一點 比較有感覺 這個其實是屬於一個極細微的當中計較 如果大家記得 如果今天 大家記得 這個很重要 任何一檔股票都適用 任何一檔股票都適用 我們先來分享一下好了 先看一下日線 先看一下日線 今天跳空啊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這邊是不是一個 倒撞反轉的形態 基本上不是 不是 倒撞反轉 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左跳空外加右跳空 而且是沒有任何 價格回補 這個才叫倒撞反轉 那台積電之前 導撞反轉是什麼時候 導撞反轉這一天 這一天就是 導撞反轉的時候 左跳空外加右跳空 那大家有沒有發覺 這一根的底點 455.5 這一根的高點 455 差0.5 所以呢 你會發覺 左跳空外加右跳空 中間 差了0.5的價格 是沒有被成交到的 所以咧 台積電就一路跌 一路跌 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也是一個什麼 極短線的一個小倒撞反轉 所以你會發覺 很多人今天看到台積電 跳空開低的時候 大家就會心裡有一個OS 靠腰 啊 法術會 法術會是不是幹嘛 變法會 那我昨天其實 你如果有持續關注我的影片 昨天那一部影片 你有看到了 你今天不會砍在阿呆點 你今天不會砍在阿呆點 因為幹嘛 古台驛戰昨天有講 台積電有一個很關鍵 重要的厲害券商 厲害的分點 而且最近在幹嘛 最近持續買 一路買 加碼買 所以呢 今天其實我原本要砍 我昨天呢 有幹嘛 加碼 加碼10萬塊的台積電的全證 那大家可能覺得10萬塊沒什麼 10萬塊沒什麼 大家記得 全證你會用的話 10萬塊就可以買一張台積電 10萬塊就可以買一張台積電 那基本上 很多人可能就不太會用全證 包括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去做了哪一檔 也是一樣 10萬塊我買了 換算現股等於7張的現股 用10萬塊等於換7張現股 等一下我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來 台積電呢 今天原本我要出全證了 為什麼 大家知道全證槓桿大嗎 啊我又是 我有跟大家講的 我都是 基本上 以台積電這種 這種 我們就是讀法說的行情 所以呢 全證你基本上 看 應該是說之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反正 槓桿拉到最大 槓桿拉到最大 所以呢 大家仔細看一下 今天的台積電的5分K 來直接 這個是一個比較細微的一個當充技巧 大家記得 昨天台積電的低點 叫做多少錢 叫做593 大家有沒有發覺 今天台積電第一盤 開盤 低跟5分K 9點開盤 雖然開在哪裡 開在挖北七 也就是 你砍在第一盤的 叫做北七 他其實已經預告了 主力其實還蠻賤的 他已經預告 你今天砍在第一盤的 叫我白痴 叫我白痴 然後呢 大家有沒有發覺 他第一根5分K 其實已經宣示 今天沒有低點了 為什麼 他第一根5分K 其實已經先回補這邊的 什麼 昨天的低點叫593 島狀反轉要成立 基本上他當天不會來回補 他當天是沒有任何價格成交的 所以呢 大家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第二根5分K 他其實已經站穩昨天的低點 站穩昨天的低點 然後呢 之後就在這邊上下震盪 那你會發覺今天盤中的五檔掛量 其實都在守哪裡 都在守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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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為什麼要守在這邊 因為只要他 像之前 像之前前面這邊的 跳空倒撞 倒撞的時候其實就有一波疊勢 如果今天開這樣 而且日盤收這樣的現行 那表示今天是幹嘛 今天下午的法說會是幹嘛 是法會 可是呢 大家應該有看到新聞 我剛剛也大概初估的看一下 基本上 法說會不錯 那 以明天來講 基本上600以上 我個人覺得不是問題 可是這邊要特別注意 這邊呢 我個人會希望台積電 就直接往上衝了 就直接往上衝 因為我 我手上有單嘛 那 基本上 不是說 手上有單 所以希望他漲 不是手上有單 希望他漲 只是說 大家記得 以這邊來講 這邊來講 其實明天剛好 很重要一個關鍵點 又剛好逢到禮拜五 要收週線 要收週線 所以呢 這邊其實我個人 比較希望他能夠 再拉 再拉 因為 明天喔 如果 真的不夠強的話 明天如果真的不夠強 週線 主力有可能是幹嘛 下個禮拜有可能 有機會會翻空 有機會翻空 所以這邊幾短線來講 其實 明天 台積電如果能夠帶領大盤 今天疊了 其實 今天疊了 昨天收 今天其實疊了幾塊 5加8 13塊 今天疊了13塊 那13塊 換明天如果佔上605 其實你換算成大盤 可以再漲個幾點 喔 大家自己去算 我昨天有跟大家分享 1塊的台積電等於 加全指數可以上漲幾點 可以上漲 你大概用70點去估 大概用70點去估 大概用70點去估 所以13塊乘以70 大家可以去稍微顧一下 那當然啦 這邊 這邊其實還要搭配其他的 其他的那個 全知股去看 今天為什麼台積電跌成這樣 加全 那大盤還是幹嘛 小掌 為什麼 為什麼 大家也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2317的鴻海 今天公掌停 公掌停 鴻海我講多久了 他奶奶的 我講多久了 自己講嘛 頻道開播了第一天 來 頻道開播了第一天 這邊我就有講 而且我有跟大家講 我整個月 從11月 到現在 每次 直播 每次的影片 我都會講 鴻海不一樣了 鴻海不一樣了 這時候又要來 又要來唱一首歌 叫我們不一樣 有沒有 我一直跟他講 每一次都講 來 鴻海老公公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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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來耶 我有說喔 就說不一樣了 這個盤長到哪裡 長到鴻海休息 啊你就是聽了沒有 你就是聽了沒有 啊你 就不聽嘛 對不對 啊有的人 這時候就會酸說 喔 啊你講那麼多 對不對 啊你到底有沒有下單 對不對 喔 你會不會是空氣單 啊我就跟大家講嘛 對不對 我們要貼對張單出來 啊就有人在那邊講說 哇操 這個人又要來收費了 又要來招生了 對不對 啊不貼對張單了 你又說幹嘛 空氣單 啊都跟你講就好啦 對不對 喔有些群組就是這樣 喔 所以呢 我有跟大家講 有些群組喔 呃 基本上都是一言堂了啦 我就 其實我有跟大家講 反正家群 隨便嘛 隨緣嘛 要加就加 不加就算了 OK 所以 大家特別注意 我要貼 有人說 欸你有招生的意圖喔 然後呢 不貼 啊你這都空氣單啦 啊所以咧 所以大家記得 齁 那你看喔 他自己講的話 都沒人講 他自己講都OK嘛 對不對 啊所以咧 所以咧 喔 啊我有跟大家講嘛 這個頻道 完全不 引力 齁 我們 基本上我有跟大家講 其實 既然不引力 我就不會去搶你的生意啊 或者是去 去愛到人家的財路齁 我們就是單純 大家把它當成一個盤後的一個 呃 算是飯後的一個節目去看就好了齁 齁 那或者是你把你把它當成 把古代義這樣當成是一個什麼 業餘的 你自己一個 學習投資理財的一個頻道 這樣就可以了齁 那我有跟大家講 這個頻道完全不引力齁 公開無時的去分享齁 齁 所以大家不用 對於訂閱這件事情 而且感到害怕 YouTube的訂閱是免費的齁 我們YouTube的訂閱是 欸今天是一個很好的數字 齁 一百位訂閱者齁 齁 那大家不用太擔心齁 齁不用太擔心 那 基本上 我知道大家對於訂閱這件事情 還有就是收費這件事情 可能大家都很敏感齁齁 現在尤其推出很多課程 很多課程其實都要錢 齁 這個 這個無可厚非啦齁 你本來就使用者付費啊 齁 我們常講 幹嘛 人家有一句話 一句俗言叫什麼 欸 江湖一點絕齁 江湖一點拐 齁 阿公敗就沒價錢了 我跟你非親非故嘛 對不對 我跟你沒有對價關係嘛 我也沒跟你要什麼東西嘛 阿我憑什麼把我畢生的所學告訴你 分享給你 阿要的就使用者付費嘛 人家其實課程這樣收費 我個人覺得也合理阿 你現在去停車 台北停車格 你去停 本來停車格就要收費阿 阿不然我浪費那塊地幹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家對於收費這個機制 呃 本來就使用者付費阿 阿軟體也是一樣嘛 人家辛辛苦苦幹嘛 後面大家不要覺得說 幹嘛寫一個軟體很簡單耶 後面還有一大都要微運的server 微運的伺服器 包括一些data都要錢耶 本來就應該要收費 這是合理的 我自己的XQ也是付費版的阿 喔 只是我這個頻道有跟大家講 欸 你可以把免費版用到極致 你可以把免費版用到極致 那為什麼我需要付費版阿 我天天在當充嘛 對不對 我天天在買賣嘛 所以呢 欸大家記得喔 XQ你自己去問一下價錢 你有XQ的業務自己去問一下 一年要繳多少錢 現在這個頻道完全是無私公開分享免費 教你怎麼用免費版的XQ去寫程式 你還在那邊酸東酸西的 要貼對賬單 阿你又說有招生意圖 阿不貼對賬單 你又說是空氣單 阿都給你講就好了嘛 對不對 喔 所以 大家喔 如果還希望我 繼續 錄製影片的話 繼續分享的話 大家 勇敢的給他訂閱訂閱下去 這個是完全免費 而且可以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喔 那我也會在每一集的節目 去分析一下 未來有什麼可以注意的地方 喔 我們不要講百分百全勝 大家仔細看一下 如果你長期這樣每天都看下來 你都會發覺 勝率我們不要講百分百阿 至少都有九成阿 至少都有九成阿 以這個 光這個幹嘛 價值你好幾億了 光這個周月行情圖 就價值你好幾億了 喔 所以大家喔 不用太擔心 喔 那 你說 紅海 我現在還沒有單 當然有阿 紅海我有跟他講過耶 我有講過什麼 紅海 大家 大家可能會覺得 欸 他本來就是純骨組的最愛嘛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嘛 阿可不可以坐駕差 可以耶 殖利率又高耶 阿現在又有什麼 電動車的題材 Apple Card 阿所以咧 我那時候 開中民意這個頻道 我就跟大家講 紅海 回不去了 而且我昨天還特別講喔 我說你這邊 我本來是希望他拉回到100 可是他連回都不回 你就要自己去找買點 結果今天直接拉到漲停 今天跳空你就要用追的了 喔今天不追 你以後也追不到了 相信我 喔 以後也追不到了 阿就這樣而已阿 喔 所以 我有跟大家講嘛 反正呢 其實我們那些酸民 我們就聽聽就好 喔 聽聽就好 阿我貼大家又有意見 阿不貼咧 大家又在那邊拴坐在空氣單 欸 大家記得阿 我們每天在做功課對不對 你每天去瀏覽 這個比如說 等一下會講到的 欸每天去瀏覽這些股票 我們假日看了幾檔 我們假日至少看了100多檔 快200檔 那如果按照你的思維邏輯 你的神邏輯 是不是每一檔股票你都要買完 你才能講 對不對 如果照你這樣的方式嘛 都要你買完 貼對帳單出來 你才能去分析 才能去講 阿你有那麼多錢嘛 對不對 你現在去看亞股 亞洲股市 上陣股市 韓股日股 你會看美股 道琼 納斯達克 廢半 S&P500 阿 你都要買嗎 你買完才能分析嗎 對不對 如果按照你的神邏輯 基本上阿 就這樣阿 你有辦法你就買 重點是幹嘛 有實力的人幹嘛 每一檔股票看完 能夠精準的預測它未來 可能會怎麼走 明天會怎麼走 開高走低還是開低走高 這才叫實力 對不對 對不對 這些講完的 誰說講一定要買 對不對 重點是我講的準不準嘛 如果我講的準 然後你剛好又有操盤操到 對不對 那是不是大家歡喜 喔 你賺錢我也高興 因為我 我的幹嘛 我的看法 讓你賺錢 這樣不是很好嗎 大家皆大歡喜 對不對 所以我又跟他講 怎麼講都你對 對不對 怎麼講都酸民隊 因為幹嘛 你自己做裝嘛 要貼不貼都你在講的 那我們就乾脆幹嘛 閉嘴 一言堂 我們就不要參與討論 所以呢我有跟大家講 基本上 我現在群組阿 基本上都不太看的 除非有人tag 那你如果真的有問題的人呢 麻煩大家 你就直接在youtube留言 我就看得到 我就看得到 至少 我不是很及時的看到 至少我每天晚上 錄影上傳的時候 我可能會看一下 那基本上 留言的部分我都看得到 基本上其他人看不到 因為這邊留言是屬於私密的留言 所以基本上 你們不用太擔心 你們問的什麼問題阿 會被人家知道 所以呢 盡量的留言沒有關係 那我會在影片去 當中去跟大家做講解 紅海不用講囉 每天都在講紅海 整整講了一個月了 這一天也是一樣 我就跟你講回不去了 阿你手上沒有買的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跟你講 OK 所以呢 今天疊台積電 可是我有跟大家講阿 台積電跟紅海 你就是敲敲板的概念 你如果不想要錯過行情 阿你就兩檔都給他買下去就對了 阿就這樣而已嘛 台積電休息 就換誰 紅海嘛 阿紅海休息 再換台積電拉嘛 阿就互相拉來拉去 阿就這樣而已 那你說紅海會長到哪裡去 我也不知道長到哪裡去 我只會跟你講 紅海不一樣 我們不一樣 喔對阿就是這樣而已 喔 總算又唱這一首歌了 每次唱這首歌就是紅海漲停板的時候 喔 對嘛 來 回歸大盤 接下來怎麼看 接下來 我們等一下看美股開盤 的狀況 基本上 以目前來講阿 以目前 基本上 外資會認錯回補 那認錯回補 這個行情會在嘎到哪裡 其實 就是 大家不要去預設高點 我有跟大家講阿 你會發覺加權 貴買 台子騎 現在日K 完全沒有任何的反轉K 反轉K的訊號 完全都沒有 喔 所以極短線來講 其實大家不用擔心 那我先預告喔 明天的加權指數 不能破五日線 喔 破五日線 但同時 他直接會預告下禮拜 有可能會走空 我直接先跟大家講 然後呢 OTC指數阿 今天其實 比較可惜的一點 他其實又收黑 那OTC明天的觀察重點在 不能破金低 金低破了 那下禮拜可能就 比較稍微要 謹慎一點 謹慎一點 OK 然後 台子騎就跟加權一樣 這個不用講 這個不用講 好 我們看一下金融期 金融期阿 金融期呢 其實最近也是一個高檔盤整 那高檔盤整這邊 其實還是有機會在創高 還是有機會 那基本上 好 整個大盤我們講到這邊 我們看一下美股 美股呢 道琼今天沒意外的話 如果 就是看看等一下的開盤怎樣 目前時間是9點27分 好像跟昨天一樣是不是 反正 這個 這個目前還算合理喔 大家有沒有發覺 其實我教大家話的東西 我們今天要空 不是奢望空在最高點 我有跟大家講 我從來不奢望空在最高點 或者是買在最低點 我都買在要轉弱 買在要轉牆 買在要空落的 空在哪裡 空在要轉弱的那個瞬間 第一根長紅或第一根長黑 你要確立嘛 你要確立才做單嘛 這裡訊號 我真的看都沒有 有沒有發覺 大家有沒有發覺 這一條線畫下去 他盤中雖然都有跌破 沒有錯 可是他收盤就是很屌很厲害 都是有辦法收在這一根支撐線上 對不對 有沒有覺得很厲害 這就是技術分析的最高境界 技術分析的最高境界 那你說等一下開盤會不會直接過 當然是有機會 當然是有機會 所以幾短線來講 其實我有跟大家講 這個盤不用預設高點 我不會像其他群一樣 每天都在賭說 我就不相信會怎樣 我就不相信基地長 我就怎樣 我就怎樣 所以咧 你的口袋有賺錢嗎 你口袋有賺錢再來說 手上沒有多單 你就不要一直想空單 大家懂意思嗎 這個行情就是咖空手 既然咖空手你就幹嘛 勇敢給他做多嘛 對不對 就這樣而已 那接下來 來看一下拉斯達克 拉斯達克也是一樣嘛 也是一樣嘛 昨天打到哪裡 來看一下 我再畫一次嘛 我再畫一次 其實這個盤我跟你講 你技術分析會的 你就是這樣畫而已啊 接下來 接下來 基本上 上面這一條 我又跟大家講嘛 由上往下 基本上這一條紅色線叫支撐嘛 啊支撐破了 現在由下往上來到這邊 就變成壓力了嘛 那你說等一下如果 ADR 如果反應法說 就是看市場上怎麼解讀啦 那 外資認錯回補 說不定等一下就這樣一根上去了 一根上去了 明天台股也一根上去了 可是明天要特別注意 明天是禮拜五 衝太高 其實 明天 現在這個位階來講 現在這個位階剛好 剛好在附近 剛好在 主力很關鍵要守的價位附近 所以 明天 剛剛 講的三個關盤重點 台積電 不是台積電 紅 不是 靠 加權指數 幹嘛 加權指數幹嘛 加權指數要守五日 歸買指數 守什麼 守經低 喔 就這樣 喔 這樣聽得懂嗎 大盤 我們講完了 好現在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 旋 那 現在開始 如果有機會的話 因為 就目前的狀況來講 其實 以今天整個盤面的主流來講 其實還是 你會發覺其實 股票沒有想像中的弱勢 喔 股票沒有想像中的弱勢 所以呢 有些 包括台積電的一些相關的概念 其實 我覺得啦 大家要搶過年搶紅包 是可以去小搶的 喔 那只是你清倉短座 你不要滿倉啊 喔 你不要滿倉啊 你就是清倉短座 我有跟大家講 基本上你就是用三到四成的資金 這樣來回去做操作就好了 OK 那下個禮拜 今天已經14號了 今天已經14號了 那 下個禮拜其實有很多重大 包括台積電結算 外加什麼 外加就是 拜登 要上 就任了 所以會有一大堆 國際的一個 事情 所以這邊其實大家一樣 不用太緊繃啦 只是說 你還是要觀察一下市場上的一個賣動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來 這個是外資跟投信同賣的 我們一檔一檔來看 廣達 其實可以持續留意 那 大家有沒有發覺我選的股票都很幹嘛 其實都很漂亮 真的都很漂亮 你沒賺到那是你家的事情 我都預告在前後 然後來致遠 我選股周日都給你們了 我選股周日就給你們了 我有跟大家講 我就是一整個禮拜就是做那一個 就是做我那給大家看的那一張表 一整個禮拜你就是盯著他就好 你不用每天幹嘛 人家長什麼你就去追什麼 人家長什麼你就去追什麼 你永遠都是追在人家屁股後面 你這樣會賺錢我投給你 就這樣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大家要特別注意 特別注意 來 致遠 我昨天有講 這邊洗盤完畢 那 短線上面來講 這邊其實 你會發覺他其實最近也在幹嘛 這邊呢 你一條線畫下去 他這邊已經突破 也回測完成 所以短線上面來講 這邊 只要55 這邊如果能夠守穩的話 我個人覺得是一個 會是一個新的一個里程輩 那55這邊會震的比較久 你可能要奢望直接上去 除非真的帶量夠強的話 不然其實這邊 前面的景線套聊區其實蠻多的 蠻多的 然後金像店 金像店 我昨天有講 我說洗盤完畢了 洗盤完畢了 今天 有沒有 就一根高點 那這一根高點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一根的量 大家仔細看一下這一根的量 這一根的量呢 那 用藍色好了 這一根的量 大家沒有發覺 今天這一根量有沒有大於這根量 沒有的喔 沒有的喔 所以今天收了一根 今天收了一根 上癮線 我個人覺得是 情有可原 那未來陣以陣 再出量 基本上這前高就有機會過了 前高就有機會過了 那明天的盤喔 大家 我們先講一下明天的盤 明天如果真的蠻多開高之後 這邊高檔震盪完之後 就是盤中是有可能有機會 做一個下殺的喔 所以 有可能會開高 落高 然後走低 所以這邊 只是預先規劃 喔 不好意思 大哥哥 這邊只是預先規劃 OK 那所以呢 我有跟大家講 其實我一直以來 最近這一兩個禮拜 我都一樣跟大家講 一樣跟大家講 這邊清倉短座 你只要不追高 都沒有事 都沒有事 整個盤要看到崩盤 今天 外資的 空單已經來到兩萬 好像兩萬八 我沒有看錯 還記得我昨天跟大家講什麼 昨天跟大家講什麼 我說外資的空單呢 你現在看到一萬多 對不對 你現在看到一萬多 我兩萬多 我可不可以看到三萬再崩盤 可以喔 可以喔 可是今天直接已經接近兩萬八了 已經接近兩萬八了 那三萬 我個人覺得啦 三萬已經快接近零戒指了 有昨天 可能有其他分析是我什麼 跟你講說兩萬 就差不多了 你如果看這個會賺錢 你現在也不會在這裡 大家記得喔 三萬啊 三萬到三萬五 我個人覺得 這邊已經快接近一個 相對的一個 臨界點 那這一波呢 基本上就是幹嘛 內資要嘎到外資 認錯回補 所以明天的收盤價很重要 明天的收盤價很重要 明天基本上 幹嘛 這一波啊 大家 外資我有跟大家講 外資在玩什麼 外資在玩兩手策略 所以基本上啊 明天就看一下 外資對於台積電的一個 整個大盤來講 有沒有要認錯回補的味道 假設認錯回補 這邊行情還會再嘎一段 還會再嘎上去喔 因為外資回頭 可是以今天來講 你會 今天其實外資加碼 空單空了很多 那台積電如果明天 整個法人市場上的預期 一致看好的話 這邊是有可能是 內資會嘎到外資回頭 會嘎到外資回來買 所以 這邊極短線來講 我一直有跟大家講 我不會像其他 就是 可能真的 一有危險 就跑得跟什麼 跟什麼東西一樣 跑得比什麼都還快一樣 昨天叫你 或者是前天叫你 全部持股出青的 那你這兩天 有沒有覺得 砍在最低點 所以這邊 大家還是一樣 可以用三到四成的資金 我個人覺得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短線上面 所以你會發覺 其實昨天 我們有再陸陸續續看一些 東西看一些股票 金像店 基本上 這邊高漲震盪 出量 基本上還是有機會 然後經濟 經濟 最近都是拉一根長紅 隔天都休息 所以最近 產業的輪動速度很快 我有跟他講 股票賣兩張 一張當衝出 做價差 一張放波段 就這樣 普瑞 你看 昨天 剛站上1300 今天又一根黑 可以打回來 所以極短線來講 大家要特別的去注意 最近有可能是 長紅長黑 長紅長黑 然後美麗打 繼續創高 這些都是 幹嘛禮拜日的選股 給大家的 你只要盤中有在盯盤 或者是設警示通知的 基本上都可以做到 巨大 你看 昨天一根長紅 今天一根長黑 然後呢 細創 昨天有沒有講 細創要動囉 細創要動囉 所以他已經盤很久了 短線上面來講 細創其實前面 其實這邊套牢壓 其實不多了啦 不多了 那重點還是要出量 手上有的其實都不用太擔心 然後星星 你看 有沒有 昨天一根突破 今天連兩根 那這個呢 之前有聽我分享過了 百元操作策略 這裡就是做空 就是做空 然後再來 見頂 見頂今天動了沒 動囉 今天動囉 那個大家記得 這個是今天選出來的股票 那你會發覺有很多都是跟 假日一樣 可是假日有些股票不在這裡面喔 有些股票包括我昨天講的一些東西 有些股票他也要動 所以自己把握好 自己把握好 來 齊邦6147 我今天加碼的就是這一檔 就是這一檔 這一檔我什麼時候給大家了 大家不要覺得我馬後炮 你們自己去看一下 來 自己去翻 自己去翻 這邊 什麼時候啊 加 1月11號 各國週月行情讀 外加握社預備表態股 這一檔 禮拜日我就講了 禮拜日我就講了 選股都有幫大家選出來了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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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上去啦 你看禮拜日講完 隔天禮拜一 你是不是可以跳空開高 越過這邊景線區 你就可以追了 然後咧 今天收相對高點 啊所以咧 所以咧 我都預告在前喔 我都預告在前喔 這個選股 你只要有在做功課 都可以選得到 我的成本在禮拜一這邊 在禮拜一這邊 今天為什麼加碼 今天為什麼加碼 大家記得這個奇邦啊 一張 今天收盤 以收盤價來講 73.8 表示一張 花一張 奇邦 買一張奇邦 我要花多少錢 7萬 我們今天算74塊了 比較好算 一張 現股 要花7萬4 融資呢 融資呢 可以融幾層 我們假設融6層 所以呢 你看喔 你用融資去買的話 假設啦 因為我是 我這邊 大家看一下 一張74 假設啦 一張74 融資你可以融6層 所以你自備4層就好了 這樣多少錢 一張要花你29,600元 大家知道我今天花多少錢嗎 我今天花多少錢 我今天是買全震 全震呢 我花了10萬塊 好來看一下 10萬塊除以29,600元 10萬塊1234 除以29,600元 這樣是多少 這樣是3張 可是你知道 我花10萬塊 全震等於現股買幾張嗎 等於現股買7張 等於現股我買7張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明天 齊邦如果 幹嘛 73.8 明天 幹嘛 只要收盤收上74.8 也就是 幹嘛 我用10萬塊 等於有7張現股 等於有7張現股 也就是說 明天如果收74.8的時候 是不是一張賺1塊 所以呢 我10萬塊 我可以賺幾張 可以賺多少 可以賺7000塊 我可以賺7000塊 這樣聽得懂嗎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 全震 基本上我們之後 再跟大家做分享 那你如果用古期的話 古期我們通常保證金 齊邦我不知道有沒有古期 可能可以去查一下 通常我們 古期的保證金 大概你可以抓大概 13.5% 也就是說 七萬四啊 乘以13.5% 就是0.135 欸 行嗎 13.5% 對 古期呢 你還可以看到 它的槓桿會更大 它的槓桿會更大 所以這個部分 我有跟大家講 像很多大家可能會覺得 紅海 紅海呢 目前的古期一張大概是 古期的保證金 保證金我那天沒看錯 應該兩萬多塊 快三萬的樣子 兩萬多塊三萬 它可以買兩張現股 可是你用全震呢 基本上也是一樣小小的錢 你可以 把槓桿的倍數再放大 槓桿的倍數再放大 那 好 這個是談論到一些 全震的一些加碼的技巧 記得我是加碼 我們賺錢叫加碼 那 那基本上啦 6147為什麼 可以 可以幹嘛 可以看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籌碼 來 6147啊 6147其實我講很久 你不要說我馬後炮 他奶奶的 我都 選股禮拜日 就直接給你們了 對不對 然後呢 要買哪一檔 要不要做功課 你不做功課 你就沒有 獲利的果實 對不對 來看一下 最近在幹嘛 我有跟大家講 你看 這 基本上大家仔細看一下 這個 外資 這個外資是連續好幾天 就一路賣 而且買超兇 這個是買到一個很誇張的境界 那 今天自營商也買很多了 有一部分就是我敲的 有一部分就是我有貢獻在裡面 全震自營商 這邊呢 自營商避險的指的就是全震的概念 那自營商全震的這邊 大家記得這邊全震買很多 通常全震都是屬於一個比較極短線的操作 所以呢 明天如果開高的時候 這邊買全震的可能很容易就倒出來 那外資目前每天在買 投信也在買 投信也在買 自營商自己也在買 所以呢 這邊極短線來講 其實我有跟大家講 其實其邦你只需看一下它的周線跟月線 那這一檔的控盤主力是誰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檔的控盤主力其實 要看 看外資 要看 看外資 那 短線上面來講 這邊投信 這邊其實 投信這邊買的其實這邊都出了差不多了 如果投信回來買超 外加投信 外加什麼 外加什麼 外資在買 這邊是投信跟外資同買 投信跟外資同買 而且大家重點 大家去看一下這邊 前一波這邊啊 前一波的融資啊 你知道沒有 大家有沒有發覺 前一波這邊的融資 這一根上漲 這一根融資 其實很多都被逼出來 很多都被逼出來 所以極短線來講 這邊其實福爾 沒有想像中的重 福爾沒有想像中 而且大家看一下 這個大戶近 幹嘛 近兩三個月 近半年來 一路在買 一路在買 所以極短線來講 這一檔我個人是覺得可以留意的 那基本上 我的成本 我有跟大家講 這一根大量的K棒 停損我們 基本上 我自己會以這個基準點 當一個停損的範圍 那這邊你仔細看一下 基本上也是大戶的持股成本 也是大戶的持股成本 所以我有跟大家講 基本上我都買在第一根了 買在第一根 那大家仔細看一下 目前呢 其實上面的套牢壓 只有這邊 只剩這邊了 那明天如果 假設 我們理想中 預期 台積電如果 跟著大盆 一起跳空開高 帶動櫃買指數的話 以這種方向 以這種方式來講 我個人覺得明天 跳空 直接拉 如果今天的全震不到出來的話 明天應該直接拉到漲停 短線上這邊其實可以去留意一下 那這邊的套牢壓其實不多了啦 大家仔細看一下 以今天的日線啊 今天的日線前幾天這邊已經出一根大量了對不對 其實你會發覺這以前波的量其實還好 這邊的量其實不多啊 套牢在這邊的量其實不多 所以極短線來講啊 其實這一檔如果越過前高 其實大家看一下周線 周線呢 大家有沒有發覺 以目前的收盤價來講 其實這邊全高過了 同時代表這邊也過了 啊同時代表這邊也過了 這邊也就不遠了 關關難過 關關過 所以極短線來講 這邊可以小心啦 可以注意一下 只是奇邦 他不太適合用追的 好不太適合用追的 好不太適合用追的 OK 這一檔我們就講到這邊 好這一檔我們就講到這邊 好繼續看下去 人寶 這個也選很久 然後瑞玉 也是一樣 好 然後咧 這個也是昨天剛講啊 文頁 然後享受 最近呢 很多都超短的 所以大家自己有獲利 分批出場 好分批出場 疊回來再買 好 可以這樣短線來回做家差 鴻海不用說了 說整個禮拜了 說整個月了 說整個月了 對不對 鴻海你什麼時候看過這麼飆了 從我講完就開始飆了 啊就這樣而已嘛 有什麼好講的 請問一下有什麼好講的 我講一整個月了 要我推對賬單嗎 對不對 啊不貼 空氣單 啊要貼 又是幹嘛 就說要招生意圖什麼的 有的沒的 喔受不了 啊 所以自己 沒賺到了自己面壁試過 金元店 一樓 對啊 這個也講多久了 自己看一下選股 自己看一下選股 華興科 這算高檔盤展 這邊都還有機會 然後日月光投控 最近呢封測場 其實都有在漲 那日月光投控跟誰 跟剛剛的奇邦 其實都是封測 那再來 看一下金頂 然後呢 王品 東元 全新 全新真的 很洗啦 這個真的很洗 然後亞德克 自茂 翰雷 上癮 大連大 聯亞 今天稍微動了喔 那這邊一樣 讓他前波消化完 基本上可能就出去了 我有講嗎 我有講喔 我有講喔 超風 然後來 神打 這個是外資跟投信同買的部分 來看一下外資跟投信同買的第一檔 華興 美綠 繼續弱 然後呢 允強 國產 長龍 長龍呢 極短線啊 這邊震盪啊 其實他在等月線 月線 目前還是上癢 所以呢 跌破月線 再度站上月線 你要想要搶多的 要搶再搶 他目前的籌碼很亂喔 我先講好 那你說還沒有高點 基本上這邊震的以上 月線可能還是會再彈一下 可是我覺得大家沒有必要 就是 一直很 執著在哪一檔股票 我們今天來 不是要當股東啦 我們今天來 來投資市場 不是要當股東 我們只是要賺錢啦 賺價差啊 對不對 你又沒有要選幹嘛 選董監事 對不對 你又沒有要選董事 你幹嘛持有那麼多 對不對 我們只是要賺錢 OK 大家記得 我們只是要賺錢 不要跟股票談戀愛 該放手就放手 然後咧 站回去 有支撐 站回去 再勇敢把他買回來 勇敢再跟他談另岸 再談一次 分手之後還可以再複合嘛 對不對 然後新日新 新日新 以目前呢 這樣的 極短線的現象來講 你大概可以 這邊你說要去做空 其實我個人覺得 不太 不太適合啦 這邊其實不太適合 而且呢 他今天已經有一點點量出現 有一點點量出現 我有跟大家講 下跌沒有量 只會跌不停 既然有量 尊重他 有量代表有人想要接 有人想要接 既然有人想要接 但基本上極短線 可能就沒有那麼的 幹嘛 沒有那麼的偏空 所以基本上 以目前來講 其實你說這邊是買一點 基本上啦 基本上這邊就是 先看全部的支撐有沒有熟 那你會發覺 這邊其實 這一根有點像是地基 打地基的概念 這一根也是 那今天又出量 所以 極短線這邊 130是一個 主力想要認可的價位 想要認可的價位 那這邊 短線上你說 會不會再下去 我個人覺得 極短線來講 比較難啦 可是 以目前的這樣的技術陷型 其實真的蠻醜的 所以 基本上我也不會去接多啦 像這種股票 我們看一下3376的新日星 那3376的新日星 大家看一下 目前的法人 目前的法人 你看投信一路在賣 這一檔呢 賣到 等一下 賣到什麼時候 賣到投信 跟外資的貨到完為止 到完貨要買再買回來 所以現在其實我個人覺得 都還不是一個 合理的一個時機啦 那大戶 你看這一路還是在出拖啦 只是說出拖的幅度 沒有想像中的多 OK 金向光 金向光這一檔 也是一樣 那 這邊呢 他反正他很喜 我有跟他講 其實我不太愛做這個股票 那 說不定明天就會一根長黑下來 也是有可能的 這個盤 什麼 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陳德 然後 松瑞藥 中光電 橘子 大江 大江 你看 這裡反正 下面都無量 無量就是幹嘛 無量只會跌不停 無量只會跌不停 你不要在那邊信說 無量 架跌量說 是好事情 我跟你講 你就去買嘛 好你就去買 然後康奈箱 終點 好啦 今天就大概分享到這邊 今天就這樣 那大家記得 就是 最近其實一樣 那明天的操作啊 明天操作有可能 就是看 看一下 目前 美股後的ADR的表現 那 基本上 以目前台積電法說 今天的內容來講 基本上市場的解讀 應該會是一個 比較偏正面的 比較偏正面 因為它確實是真的很好 確實真的很好 那 也超乎法人的預期 所以 極短線來講 明天有機會 跟他們跳空走高 那走高之後呢 大家記得 明天剛好卡在禮拜五 你如果是其他時間 我個人覺得沒差啦 明天剛好卡在禮拜五 所以呢 這邊呢 只要 有手 我剛剛講的那三個重點 基本上 基本上 多頭就不需要太努力 其實每一次的禮拜五 我都會講同樣的話 每一次禮拜五都同樣 然後呢 什麼時候講不一樣的話的時候咧 就代表這個盤要反轉了 這個盤要反轉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OK 好 我們看一下 目前的美股 欸 納斯達克現在是小掌 目前是小掌的狀態 OK 然後 看一下 倒窮 倒窮 準備要創高了 準備要創高了 OK 然後 看一下夜盤好了 夜盤 現在是多少 已經 漲到836了 漲到836了 創高了 所以我有跟大家講 有時候其實 像今天台積電這樣的走勢啊 其實大家要特別去觀察 不是說每一個K棒線型都會造成導狀反轉 導狀反轉不是這樣用的 我們今天來看再看一下台積電好了 台積電今天的現行呢 他今天開盤確實是開了一個讓人家嚇死人的位置 可是他當天開破 當天跳空沒有錯 當天跳空開幹嘛 開盤的第一根5分K 當天就直接回補 所以呢 主力基本上他就是想要守這個價位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覺 今天的五日線 590 他連碰都沒有碰 連碰都沒有碰 所以呢 不是啦 不是今天啦 今天有啦 今天有碰到 昨天的五日 昨天的五日線是585 欸不對啊 587 585 587 喔沒錯 對就是這樣 所以呢 大家特別注意喔 就 呃 自己要注意啦 這個 不要 盲目的 欸 技術分析亂用 技術分析不是這樣用的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欸這樣 左邊一個 上面一個 然後右邊一個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是一個 缺口的一個導狀反轉 那基本上他不是 他第一根5分K其實已經收上 前一天的高點 他已經交代完畢了 交代完畢了 他 最近一直在收什麼 593 他今天的收盤位置其實收得很不好 那我覺得是有點故意啦 收在592 收在昨天的底點之下 那 可是你 你整個 三根K棒組合的線型去看起來 其實 沒有想像中的照 沒有想像中的照 大家記得 台積電其實有一個 你們如果真的要看這個線型的話 這一天 這一天可以去看一下 這一天也是 這兩根啊 這兩根跟這三根呢 其實 就一個很 極小短暫的一個 導狀 極小短暫的一個導狀 所以 短線上面來講 大家不要 亂做單 我只能跟大家講 不要技術分析亂用 技術分析亂用 有一天你就會 真的被 畢業 真的會畢業 OK 好 那昨天呢 其實我有跟大家講 昨天的大盤 昨天的大盤 其實我有跟大家講 昨天這一根黑K有沒有 我有跟大家分享 昨天的開盤 應該說前天的開盤 昨天的 前天的開盤架 昨天的開盤 直接開過前天的開盤架 表示今天主力要強軋空 沒有錯 然後大家記得 這個 這個前提是 要幫助大家去判斷 今天 會不會走一個 強軋或者是 強殺的格局 強軋或是 強殺的格局 大家沒有發覺 其實每一次啊 你會發覺 像這邊啊 這邊啊 其實每一次 你都會發覺 其實頂多頂多 隔天的開盤 都只會幹嘛 開在哪裡 像這一天 像這一天 隔天的開盤是開在哪裡 隔天的開盤是 他沒有開過前一天的開盤架 像這邊幾乎都是啊 幾乎都是啊 他沒有開過前一天的開盤架 可是昨天呢 這個是開過前一天的開盤架 表示幹嘛 表示他今天要強軋空 大家懂得意思啊 所以 今天的開盤 是直接用跳空往下的方式 所以就不能跟這個混合並用 大家懂得意思啊 不能跟這個 我再講一次喔 為什麼要注意這個 因為前一天是收黑K 那 昨天我有沒有跟大家講 這裡的跳空 他用一個很厲害 應該是說很 應該是什麼 很大幅度啦 找不到形容詞 他是用一個很大幅度 大家記得 昨天收一根十字 所以呢 隔天 他的開盤 他是直接開過前一天的開盤架 表示今天主力要強軋空 大家懂得懂 像這邊 這一根黑K 這一根黑K 大家有沒有發覺 這一根的黑K 隔天的開盤開在哪裡 他是開在這個黑K的中間 他沒有開在前一天的開盤架 所以你會發覺這一天的漲幅 這一天漲了幾點 這一天高加低 高點跟低點 大概漲了 我們算5持好了 220 這一天大概是220點 大家看一下這一天 這一天拉了幾點 550 780 大概在230左右 大概在230左右 所以通常來講啊 前一天如果是黑K的 大家要用這樣的觀察方式 才可以去用 不要亂用 不要覺得說 今天開盤開在 開低就是 一定會崩我幹嘛 一定會崩我幹嘛 所以大家 這個是一個極細微的一個技巧 極細微的一個技巧 這個其實不常看到 這個其實不常看到 可是通常看到的時候 就是常嘎工盤 就是強嘎盤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要特別注意 前一天如果是黑K 隔天的開盤直接往上 開過昨天黑K的開盤價 這個可遇不可求 可遇不可求 那通常只要一開過就是強嘎空 一開過就是強嘎空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大家要特別注意 那這個觀察重點 就是前一天是黑K 隔天直接跳空開過開盤價 前一天黑K的開盤價 這個是一個極短線的操作 這個可遇不可求 可是通常你看到這個 當天做多 基本上勝率都很高 做多勝率都很高 所以這個小秘訣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分享到這邊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那大家如果有問題 就是直接在YouTube底下留言 那這個頻道我再重申一次 是完全免費公開無私分享 所以大家可以分享給你的 親朋好友 或者是爸爸媽媽 哥哥姐姐 弟弟妹妹 或者是你的同學 或者是阿公阿嬤 如果他們這一路上來 是做空或者是做多 都沒有賺到錢 反而還賠很多的 歡迎大家分享給他們 OK 這個節目 我有跟大家講 我基本上做的是什麼 短線交易 那短線交易 可不可以做波段 你成本拉開 就用你短線交易 賺的錢 再加碼你的波段單 基本上你會賺更多 你會賺更多 那我有跟大家講 基本上 這個頻道就是很無私的分享 那 基本上大家如果把看盤頁面寫完 基本上你之後就是無腦多 好我來帶大家看一下6147 6147的齊邦其實我已經講很久 而且我也注意到很久了 大家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城市什麼時候叫你買的 這邊 城市叫你買的時候在這邊 有沒有發覺這邊剛好是一個完美的買點 那這一根黑K下殺洗盤之後 隔天有沒有開盤直接往上跳 站上五日線 我城市什麼時候給大家 大家不要覺得說 這裡的range 這裡的range 基本上這一天的禮拜五 應該是說前幾天 因為我們是一個禮拜跟大家分享一次 我不會每天分享 因為每天分享 其實大家資訊會太複雜 你們現在其實加了很多社群 那 你們現在其實很多社團 那很多社團其實都會選股 那 我有跟大家講 其實我的初衷 如果 我每天就要分享選股的話 其實大家會覺得說 到底要選哪一檔股票 所以呢 我們通常只會分享週選股 那週選股呢 大家仔細去回頭看一下 我選股的一些績效 你們會 每次你們都可以youtube影片去做證 去做驗證 事後回頭看 你自己去算一下那個績效 有多強 多好 用這樣去算就好了 OK 那 禮拜日的時候呢 我就給大家了 給大家 隔天跳空拍開高 大家記得這個跳空開高 是有技巧的 這個跳空開高 為什麼跳空開高 大家有沒有發覺這一根的低點是多少 70.4 這一根的高點多少 前面景限區的高點多少 69.8 他直接開盤跳空過景限 阿這樣不追喔 表示今天要突破了 突破帶量 隔天 這一根剛好大盤那一天幹嘛 那一天好像是幹嘛 喔 本土的第一個院內感染 然後勒 收黑 收黑隔天我們就看有沒有事 有沒有事 隔天在跳空開高 這時候你就要幹嘛 注意了喔 然後呢今天一根很實在的什麼 長紅 所以這邊加碼 第一筆單 有賺錢 再突破 加碼 這樣聽得懂嗎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 大家 操作要有邏輯 操作要有邏輯喔 那大家有沒有發覺 我的加碼是用什麼 既然叫加碼 對不對 加碼我就不會投太多 剪進去嘛 那既然叫加碼 就是幹嘛 要把那個槓桿 倍數放到最大嘛 所以呢 今天直接 丟全陣 今天直接丟全陣 然後勒 全陣 大家記得喔 10萬塊的全陣 你如果選得好的話 基本上 他是可以抵7張現股的喔 他是可以抵7張現股 也就是我用10萬塊 可以抵多少 我們今天算7萬4好了 7萬4 7張現股你要花多少錢 你要花51萬8 可是我今天用10萬塊 我就解決了 阿明天只要 他漲到74.8 等於我這一筆10萬 就瞬間賺了多少 賺了一張賺1千嘛 所以7張現股賺幾千 賺7千 這樣東西是嗎 喔 像這樣買一張的 可能每天這樣慢慢漲 你可能沒有感覺 可是你如果用這樣操作的話 欸同樣你看喔 我花一張現股7萬塊 漲一塊我只賺1千塊 可是我 如果再加個幾萬塊 加個3萬塊 10萬塊 欸 漲一塊 其實等於是漲幾塊 等於是漲了7千喔 喔 第一筆在這 就算加碼單賠錢 又如何 又如何 所以賺錢 大家記得 賺錢加碼 賠錢 不叫加碼 賠錢叫貪品 通常貪品都是越貪越貧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這樣操作 所以呢這個頻道 會有跟大家分享 只要你這個看盤頁面喜歡 以後你就是無腦多 跟著做就好了 跟著做就好了 像這一波那個誰啊 日月光 投控 來看一下 同樣是封測 封測組群 我們來看一下 來 3711 大家有沒有發覺 什麼時候翻多的 有沒有 你就跟著這樣操作 不是很簡單嗎 不是很簡單嗎 對不對 2317紅海 剛剛看過了嘛 對不對 就這樣操作而已啊 有什麼難的 有什麼難的 2330的台積電 有沒有發覺 對不對 就這樣操作而已啊 就這樣操作而已啊 對不對 然後咧 還有誰 還有哪一檔股票 2454連發科 講過了嘛 對啊 就這樣操作而已啊 大家有沒有發覺 其實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所以大家這個看盤頁面寫完 當然有一些 那個訊號 我們還是要再加上去 那 這個頻道就是單純的 無私免費公開的 跟大家分享 我們也不盈利 也沒有要搶人家的生意 或者是擋人家的財路 那大家就把它 當成一個 飯後的一個 或者是 業餘的時間 投資一下自己的 投資理財 去學習一下 學一點東西 然後聽 就是當成一個節目去 看看 聽聽這樣就好了 OK 好那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邊